高通反垄断案败诉 法院认定高通违反了垄断法 判决一出次日高通股价跌了近11% 市值蒸发百亿美元以上 这次判决举世瞩目 他动摇了高通的一大支就是专利授权费 关系到几乎所有手机厂商的利益 按理说你用高通的技术付专利费天经地义 但十几年来大家怨声载道 因为这笔授权费收得太霸道 和一般的授权费不一样 高通在手机芯片的收费方式 是按照手机整机销售额的3%至5%来收取 也就是说一款用了高通芯片的手机 如果卖1000元就得给它50元 如果你升级了屏幕镜头内存等配置 手机卖到了2000元 虽然和芯片毫无关系 还是得给它100元 这就是业内有名的高通税 管你是苹果还是华为 都得乖乖交钱 很多手机厂商都曾挑战过高通专利授权的业务模式 无不折戟沉沙 毕竟敢在全世界面前当霸道总裁 高通可不是什么简单的角色 一今天高通所有的底气来自于它的技术积累 在前30年高通累计投入了超过440亿美元的研发经费 获得了超过13万项全球专利 直到现在高通仍将每年收入的20%用于研发 在具体点说是它做对了两件事 第一件事就是压中了马芬多指技术 1980年代高通的创始人雅各布认为 这项技术可以将网络容量提高40倍 将大幅提升网络的容量 所以高通公司主攻马芬多指技术 这个选择在当时显得很非主流 当时的通信行业人们都在关注全球通技术 这项技术不仅在EG时代证明过自己 还受到诺基亚、爱立信等巨头的力捧 早已确立为通信行业标准 从设备制造到网络搭建 从终端对接到市场教育 全球通占尽优势 而另一边1994年摩托罗拉就在香港建立起 全球第一个马芬多指网 但效果和服务质量都太差 业内对马芬多指大都将信将疑 还好高通得到了祖国的支持 1996年美国电信公司威瑞森采用 马芬多指网络 并通过多次的并购成为了美国最大的电信公司 也使马芬多指成为美国主流的移动网络 有了美国以及日韩座后盾 高通得以在2G时代打出一片天地 尽管离全球通还有很大差距 2007年苹果推出第一代苹果手机 谷歌推出第一代安卓系统智能手机的兴起 加快了淘汰2G的步伐 迈向3G 而高通早就做好了准备 它在马芬多指技术之上开发出高速移动网络技术 成为3G的三个重要标准 手机公司要使用3G网络 都要付给它专利费 同样在2007年 高通做了另一件大事 推出骁龙芯片 高通把自己对于马芬多指的多年坚持和积累 浓缩成了一颗小小的芯片 一出手就积压群雄 短短几年 高通便转身成为了一栋芯片厂商 稳居手机芯片出货量首位 在智能手机中 骁龙800系列与旗舰机几乎划上了等号 所以尽管高通的收费方式很是霸道 大多数手机厂商还是不得不用骁龙芯片 通讯专利与芯片结合高通的优势竞选 心安理得的收起高通税 二专利流氓 通吃全球 高通有三大业务板块 设备与服务 授权和专利以及战略投资 其中设备与服务和授权和专利业务 是营收和利润的主要来源 设备与服务业务是卖硬件 需要投入巨大成本 相比之下 授权和专利业务的利润率就高多了 因此可以说 高通税是高通不可动摇的根基 高通为此动了不少心思 先说马分多指 马分多指是一种信息处理方法 无法申请专利 但将马分多指应用到设备终端上的解决方案 就可以申请专利了 于是高通就干了件不是很厚道的事 他将自己开发的那套方案申请了专利 还把一切能想到的其他应用方案都申请了专利 这么一来 不论是谁想运用马分多指 都得向高通缴纳专利费 高通的那些欧洲同行 最开始一直想方设法要绕过高通的马分多指专利 最后发现高通把所有路都堵死了 只好认怂乖乖交钱 这就是所谓一流的企业卖标准 到了4G时代 高通还想当标准制定者 但天下苦高通久矣 大家纷纷支持 以英特尔领头的高速多载波传输技术 原以为能就此摆脱高通 结果由于当时手机网络制式繁多 全网通手机受到了消费者的热捧 手机和芯片厂商一夜回到解放前 因为全网通手机需要兼容所有2G至3G之式的网络 即使你有了4G网络 一样要求高通给你2G和3G的授权 说完马分多指 再说高通的骁龙芯片 上文说到高通在手机芯片的收费方式很霸道 因为一般收专利费的方式是如果你用了我的专利 就按涉及专利的部分作为计算比例的基数 而高通呢是按照整体作为基数进行收取的 在很多人看来我升级了屏幕摄像头 手机价格上去了和你高通有什么关系 凭什么得多付给你一个芯片厂商钱 但高通不这么看 尽管芯片只是手机的一部分 但它和手机所有功能都有联系 没有我这颗芯片 你升级其他配置跑得动吗 在这点上 可以说公说公有理 婆说婆有理 不过高通为人所诟病的不单单是这个 首先高通对芯片同行很不客气 对于苹果华为三星等芯片业的竞争对手 高通就是不给他们马分多指的专利授权 但反过来 马分多指技术是手机必备 怎么办 这些厂商只能外挂高通的基带芯片 三星自己有猎户座芯片 但当时三星进美国 尽管已经付给高通授权费了 还是只能搭配高通骁龙 还被高通禁止向第三方售卖自家的猎户座芯片 其次一次生意赚你两次钱 没有高通授权 那就生产不了马分多指的基带芯片 那么直接买高通基带芯片可以吗 不行 高通规定要买基带 得先买专利授权 捆绑销售 另外高通还可能硬塞给你一堆 与马分多指没什么关系的普通专利 在今年的一次美国庭审中 华为的高级法律顾问出庭作证时表示 高通曾威胁华为如果不签订授权协议 在花钱购买芯片的基础上缴付授权费 就将停止供应芯片 而如果华为从其他芯片厂家购买芯片的话 那么就需要向高通支付更高的所谓终成税 以获得其在马分多指等上面的专利授权 30多岁的高通开始被业内称为专利流氓 3.高通的好日子还长着呢 随着手机市场杀得越来越惨烈 利润逐渐走低 越来越多的手机厂商揭竿而起 挑战高通 然而在高通面前大都成了无用功 就连苹果也被降服 苹果与高通的合作 可追溯至2007年 双方各取所需 关系融洽 但随着时间推移 库克发现苹果支付给高通的费用 竟超过其他所有苹果授权费用的总和 彻底惊呆了 2016年 苹果向高通缴纳的专利授权费 就高达28亿美元 为了节省这笔开支 苹果双管旗下 一方面他通过自主研发 并和英克尔等公司合作的方式 试图绕开高通专利 另一方面他不断发动诉讼 逼迫高通降价 这些反抗 最终都徒劳无功 根本原因还是在于 谁也没法绕过高通的专利 于是在2017年1月20日 苹果高局垄断法指控高通垄断 同时苹果拒绝向高通 继续缴纳专利授权费 苹果直接不给钱这招 很令高通头疼 如果和苹果这样的大客户闹掰 高通的损失巨大 但另一边 如果让苹果得逞 其他厂商势必效仿 局势更糟 正当众人以为这市场持久战时 苹果却服软了 再次败倒在高通的技术面前 2019年 手机厂商纷纷推出首款5G手机 苹果被传陷入5G危机 因为市面上首批推出5G基带的只有高通 三星 华为 据说苹果曾有一项三星采购5G基带芯片 被后者以产能不足的理由拒绝 无奈下 苹果只好与高通和解 放弃所有诉讼 一次性支付专利费向高通支付45亿美元 并签订为期六年的授权协议 而就在苹果低头的三个月前 华为也与高通和解 华为在今后三个季度 每季度将支付1.5亿美元的技术许可费 搞定了苹果 华为这两个最大的刺头 高通继续躺着赚钱 相比手机厂商 各种反垄断调查更令高通税不好叫 2010年 韩国对高通除以2.36亿美元罚款 2015年 中国对高通罚款60.88亿元 欧盟对高通罚款12.29亿美元 2018年 高通又被欧盟罚了9.97亿欧元 这次高通在美国败诉 更是动摇了高通专利授权的根基 高通立即表示将进行上诉 但哪怕高通税受到挑战 有5G技术在手的高通 也已经拿到了一张未来的入场券 尽管高通税整的行业怨声载道 但不得不承认 高通的霸道是建立在实打实的技术上的 当一个行业到了拼刺刀的时候 砸钱砸出来的硬实力才是你最大的底气 今年任正非在接受采访时 被问到有的人把华为当成对手 怎么去面对这种状况 他表情轻松地回答 你做得好了 以后不会没人买的 你不要担忧 我从来没担忧这件事 我们有很多东西 他们欧美国家非买不可 高通耍流氓的底气 华为的硬气 都来源于几十年如一日的巨额研发投入 正如任正非的那句名言 皇者才能生存 偏执才能成功